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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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 主持人 大家好 第三位为各位来介绍是海鹏仪业公司的总经理 姚金玉先生 姚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想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说 从喜欢电影到进口电影 我想先谈一谈各位 怎么跟电影结缘 什么时候开始看电影 你们看的是哪一类的电影 其实很多观众想知道 你们自己看什么电影 我也要特别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我们刚刚这几家电影公司都很厉害 像我们有一个电影公司 我们让大家来猜一猜 他们最近的一部电影 才刚刚让我们的总统夫人周美清 感动得不得了 就是心中的小星星 他进口的电影 然后我们的总统夫人亲自跑去看 另外一个电影公司 有推出一个很棒的电影 也是最近有一本书很畅销 叫穷的只剩下钱 它的电影的名称也叫穷的只剩下 不过是一个印度的电影 当然我们在节目中都会一一讨论 我们先谈一下 佳明你什么时候开始来喜欢电影的 我觉得谈电影这件事情 说实在真的不想要从什么时候开始讲 好像对我来讲 而且我自己还是学电影的 从制作面向上 然后最后到进入这行 有事实上我的师傅 今天就在我的旁边 就是陈俊荣 陈先生 在电影发行这个路上 其实是因为陈总的带领 在过去的在春会服务的时候 所以等于是从制作跨到了发行来 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 好像这二三十年来 那个生活里面每一天 都是跟电影相关的 所以有时候跟一些朋友聊天 他们都说我们好像想要休闲的时候 我们去看一个电影好了 可是对我们来讲 其实看电影对我们来讲 其实根本就是一个工作 工作 对 那怎么样在这么长一段时间里面 去看这么多的电影 可是依然持续的一种 对于电影的喜好 有时候我也自己在想 就是因为电影 真的它能够创造一个 很奇妙的世界 是一个它能够引领我们 作为一个观众来讲 就是说你可能很多 你一辈子不会经历的事情 你不会去过的地方 可是可能在短短两个小时里面 你去看电影的时候 你就可以发现 你可以遨游世界到非常多的地方去 然后经历了甚至一个历史的故事 你可以认识一些这个历史的人物 好 那我觉得真的是 真的是无远佛界 能够带你去非常多的地方 没错 我想电影一定带给你很多 人生的悲欢离合 很多的有趣的一些思考 那顺便问一下嘉明 你刚刚已经提到 就是说其实你是学电影的 那没有去拍电影 没有去当导演 跑来做商人 来引进一些好片子 有啊 我这样讲 其实这条路上这种讲 没有 我说没有把拍电影 当他的工作 曾经我可能是在国片 最辛苦的时候 那是我刚刚从国外念完电影 回到台湾来 希望走入电影这个行业 那也是那个时候 陈总的提醒 让我有机会去做了一些 跟制作相关的事情 可是在那个时间点上 我后来发现 台湾真正缺乏的 可能不是有创意的 年轻的导演 而是真正缺乏的是 好的制作人 那制作人的一个工作 就是把创意跟市场 做一个结合 因为没有市场 只有创意是不行的 所以我后来最后 有一个决定就是 也是后来有机会 在春会服务 让我真正进入到了 电影发行的这个领域 就说让我不只说 在了解制作的面向之后 也同样的希望未来 我现在陆续在扮演的角色 就是家印不只是一个 电影的发行公司 也同样在制作一些 国产的电影 那我们希望把这个市场的经验 跟创意做一个结合 真正能够继续往前进 就是说 所以我现在给自己的角色 我不再想自己去做一个导演 而是希望能够 作为一个producer之后 一个制作人 制片人之后 能够把带更多的 台湾年轻型创作者 能够慢慢的把他们带进 这个市场这条路上来 我觉得这样子对国片的长期发展 我觉得才是会有帮助的 好 那我想你的师傅 就在你的旁边 那陈总你从他年轻的时候 看到现在 你大概也很surprise 他有今天这样的一个 这个成长跟发展 我相信你也是乐观其成 你要不要讲一讲你的感受 那当然如果陈总 你要讲到你的 在电影界的这个浮沉 那真的是一个小时不够讲 谢谢主持人 也谢谢家明 他刚刚讲了那些话 事实上讲到师傅 我真的担当不起 我跟他也是一样年轻人 那我是觉得只是说 看到他现在的状况 还有看到小瑶 他们目前对电影界的奉献 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 走对的路 做对的事 而且对我们眼光 所有人所在看他们 都是没有改变的 所以我一点也不会惊讶 我只觉得很高兴 那讲到我们是怎么会 跟电影会有这么的 一段的故事 对我来讲 我是从小我就很喜欢看电影 从小跟着爸爸妈妈也好 或是自己跑到外面 拉着这个人家看电影 观众的他的衣襟 就拉着他的衣襟 那前面的小姐就会 收票小姐就会讲 先生啊 这是你的孩子 这是你的孩子吗 有些人他就不理会的 就走进去了 我们就看了一场电影 那有些人会说 那我会多了一个小孩子 这不是 那我们就会被赶出场 那在这样的一个 台湾经过这样的一个阶段 那会让我本人 我是一个很喜欢看电影的人 那喜欢看电影 到有一天我觉得 台湾的电影界 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台湾电影界是应该 要做哪一些事情的 所以当我们心中有那一种 忽然间那一种使命感也好 或是一种呼唤也好 那我们就开始投入了电影这一行 就进入这一行 那我自己来好了 那自己来本来我们也是不敢说 我们来当一个book manager 我们来当一个来安排电影的 像一些电影公司 我们只想说引进一些好电影 结果当我们开始来进入这个市场 引进电影的时候 我们还是交给别人来帮我们安排 那渐渐的我们会想到 那我们自己来好了 因为我们总会 从会发觉到 这些事情里面 整个事件当中 会有一些我们可以改善的地方 那就存了这个改善的这一点 我们进入这一行 我们完全的投入 到变成嘉明所讲的说 也想要制作电影 那我针对刚刚嘉明讲说 台湾缺少好的制作人 这个项目我提出反对的意见 我觉得台湾有很多好的制作人 包括嘉明本身 小瑶本身也一直努力的 想要有一天 她要制作自己好的电影 台湾有很多 但是缺乏的是什么 好的投资者 创投者 他们的眼光不能够放在 这些好的制作人上面 这才是台湾真正缺乏的 好 谢谢 那我再问一下金玉 你看这两位 都看起来都是电影吃 那你呢 刚刚讲到说陈总 陈总不是是你的师父 陈总是我的偶像 小瑶一直都跟我讲 这绝对真实 我也听过 是真的 那我跟电影比较 应该是说最早的结缘 就是从以前看 小时候看一些鬼怪片 看鬼电影 我很喜欢看鬼电影 然后看武侠片 然后一直到念书当兵之后 完全只看艺术片 几乎好像印象中就 不太看好莱坞电影 所以就很自然而然的 就很喜欢艺术电影 那我之所以会来这个行业 也是很意外 主要关键是在 我当兵的时候 那个时候因为 有很多这个落军票 所以我的业务就是 在管这个落军票 分落军票 对 所以我那时候是 几乎那个落军票 我是从早看到完 只要一篇